上一期视频拍了一个大爷家 他家24颗老装16 整体打包处理 正好被云南的一位客户看到 感觉这批质量非常好 委托小时今天装车 总价值一共是55,000 临时选了一颗老装的狼鱼 现在装车带大家看一下质量怎么样 一共是24颗 品种是大红袍和大青皮 上面现在挂着满满的石榴 特别大 今年大爷就是疏于管理 没有这么好好管理 贯府不是很茂盛 像这种石榴 直径都短20公分到30公分 个别的还有40多公分 回去好好管理一下 明年接的果子非常多 贯府也非常好看 价格也是非常的合适 24颗打包是40,800 看一下这颗特别老 一个小双干 这颗的直径在20多公分 上面也是接的石榴 大红袍 这颗接的不是很多 明年青椒一下水 湿一点肥料 这个灌服养起来石榴接的也特别多 这边还有 盆都是一米的盆 像这种水泥盆 三年到五年之内不用换盆 直接养就可以 这一批的性价比是非常高 咱们大哥是买到了 你像这种石榴装的 原来的价格都能卖到3000到5000一克 这种大桩子 树林都不下个七八十年 它没有个七八十年 它长不这么粗 这么大 都是做好形的 看一下已经装了有一半了 每一棵都是非常好的精品装子 特别漂亮 咱们的工人师傅都已经准没就去 咱们现在装这一批石榴 九美六的大蛇 拉24颗石榴 一棵鱼树 咱们去看一下 树形的都是不错 都已经做完形了 老棚 老庄 这边还有一棵大鱼树 百年的大鱼树 高度在两米左右 直径30公分 这一批石榴 我加上这一棵的鱼树的性价比是非常高 咱们的大哥也非常有眼光 选的都是非常不错的 忙活了一个都半小时 这些石榴终于装完了 看一下慢慢的一大车 九美六的车都感觉着小了 主要是装的大盆也大 像这个大哥回去之后 就是慢慢的养 养着一个云片 还有这一个石榴 非常好的一批装的 现在马上就要封车了 封完车给南美云南这位大哥发货 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小时拍的视频 给小时点个关注点个赞 谢谢大家 还有一个我们一起看 我们一起看